我们要在当时展览馆举办入党入团入队的仪式 让孩子们参加 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做新时代奋发有为的青少年 让红色新华代代相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国消费国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的出口国 连续八年新能源汽车的采销量是全世界第一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锂离子电池的回收 在利用这个水平是很高的 链和链的回收超过95% 今年正好是大型运输机 云二龄飞机首飞的第十年 那么去年呢 C919大型客机 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四飞任务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比翼齐飞的还有 大型水陆两栖应急救援飞机 AG600和云二龄的加油机 大飞机的家族啊 在不断地壮大 首先就在心里解决我要读书的问题 然后呢 就以您觉得最合适的方式读起来 然后呢 就是在阅读中结交朋友 也在阅读中带动他人 您看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那古人说的多好啊 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 希望我们的相学之心和春草一样蓬勃生长 更行 更远 还剩 旅游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 旅游业再次迎来了开门火 前不久 中国和马尔代夫 签署了护面签证的协定 目前我国已经于150个国家 签署了护面签证协定 可以说中国护照的环金量越来越高 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我们只要落实强化 基层卫生体系的建设 现在我们进入了疫情舒缓的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国家 在继续强化我们基层卫生体系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司机结底 所以对于未来我们打造一个评级转换 张词有道 三晚联合 特别是我们三级医院跟基层卫生医院 既给它赋能 又能够发挥这种相互作用的 分级分层分流 这样一个联系的一个体系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的整个的社区基层的医疗卫生体系 就会成为很有弹性 又会很有韧性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有疫情来 我们就具备不仅仅是这次走出疫情 对于未来有可能存在的公共卫生挑战 我们就有信心 回首这十年 一带一路建设 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 到2030年 一带一路倡议 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 使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这就使我深切地感受到 共建一带一路 体现了中国格局 中国担当中国贡献 也许你们已经听出来了 我的发音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是一名重度听力裁极人 听力裁极是一种隐性 且容易被误减的裁极 就像有一面透明的玻璃墙 隔断了听力裁极人 和其他人之间的连接 好在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新时代 这些年来 祝天府居和信息无障碍怀金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国家退行的康复和融合教育 使得巨大成效 石龙九雅已建成历史 玻璃墙正在一层一层地被打破 最终使了端的人采生连接